就算你是月尊 我也要说 你抢走了我的人 你也抢不走我的心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因为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 又是长衡是吗 你除了提他 还会不会说点别的 不太会 反正 反正就算你对我动情 也没有用 你强迫不了我的 笑话 本座平日让你羞 你偷奸耍花 一见到长衡倒挺激起 岳尊大人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吗 你知道 我是怎么发现这个事情不对劲吗 你还记不记得 你住在四明殿的时候 把我的木架批坏了 可是这幻境里的木架 确实完毫无损 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识破了他们的诡计 这个事情 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你是不是后来偷偷又去见他了 见谁啊 还能有 还能有谁 萧润长衡 没有啊 那他怎么把你的画像画得那么清楚啊 我怎么知道 自从上元夜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再说了 消除他记忆的事情 不是你亲自去办了吗 你自己没弄好 根本还要来问我 我日后 定会对兰花娘子极好 珍惜他 保护他 不让人 欺负他 这些有我就够了 是是是 东方熊和兰花娘子 兄妹情深 我自然是比不上的 难道你只会耍这些油枪滑调吗 他每次见到长衡都是笑着 在本座身边就只会伤心难过 也对 本座总喜欢冷落他 欺负他 松柔他哭 他不喜欢本座也是理所当然